来自俄罗斯的外籍教师Boris 已经在早庄学院任教三年多了 来中国之前 他一直在美国求学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深深地吸引着Boris 为什么我喜欢早庄 因为早庄也是建在中国 但是上海就是一点点 其他的世界的强势 其他的大的世界的强势一样的 你觉得纽约 纽约 马斯靠 洛杉矶 我说早庄是建的中国 因为早庄有建的中国是我 早庄学院的师生们 几乎都知道在音乐与舞蹈学院 有一位幽默又开朗的外籍教师 大四学生刘婷 从入校起就跟着Boris学习钢琴 近年在Boris的鼓励下 刘婷准备报考山东艺术学院的钢琴研究生 首先就是外语 就是平时应该很少跟外国人 去这样用英语去交流 这一方面就是听力上 还是口语上都得到了进步 另外我觉得在文化交流上 我也觉得能学到一些 外国他们的文化 这我觉得是也很好的一方面 Boris告诉记者 自己十分热爱音乐教学工作 他把这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课堂上 他要求每个学生的基本动作准确无误 做得不对的 就不厌其烦地做出示范 帮助学生纠正 中国学生的认真礼貌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也给Bori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们的热情和朴实 让身处异象的Boris感到温暖而亲切 在早庄学院和Boris一样 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教有很多 他们认为早庄就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如果可能的话 愿意在早庄一直待下去 他们已经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到早庄人的生活中 两年以前我听不懂没什么 我看就是really听不懂没什么 可是现在我认为我听懂这个见识节 我认为我其实听懂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我认为可以听懂什么意思 我们音乐与舞蹈学院自从2009年聘请外教以来 为我们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 也为我们师生提供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 另外这些外教平时能够积极参加很多的演出活动 他们的专业水平专业水准非常精湛 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感谢观看